各位同学,大家好,我是红猫 在中乐团里面有这么多款乐器 你是不是都不知道学哪样好呢? 今天就等我和大家一起介绍一下二虎 二虎的祖先是琴最早已经在唐代出现 在很久之前,外族人就叫做胡人 所以胡人所传入的琴就叫做胡琴 所以二虎叫做二虎,不是因为它外形似水虎 二虎只有两条弦,是乐团中主要的拉弦乐器 供放在两条弦之间,共鸣箱上蒙有蛇皮 二虎的音色圆润油和,好像人声唱歌似 演奏者需要有良好的音感 二虎感染力强,独咒曲目非常之多 现在就请你一起细心欣赏老师的演奏 如果你都想学二虎,记得和爸爸妈妈说 好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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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呢